黄副主委请 惠文好 那个我先想请教这两位 尤其我想可能请黄副主委回答一下 这个最近公布台股在新一市场MSCIA 它的权重下降了0.16% 在新兴亚洲它的权重下跌了0.05% 我想请教黄副主委 这个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意思 跟委员报告 这个资讯的确是最新的 那我们的了解是因为MSCIA 它在权重中纳入了其他新兴的地区 所以把我们其他地区的权重稍微做一个下降 那下降地区除了台湾之外也有其他的国家 但是以往 我跟你说一下 大陆并没有上升 大陆我们现在看我们亚洲的国家 大陆 泰国 韩国 台湾都下降 上升的两个 主要两个 一个是在泰国 一个在菲律宾 不 还不讲错 一个是在菲律宾 一个是在马来西亚 你觉得这是什么意思呢 中国大陆并也是下降 因为它增加了中东地区的全职 所以让其他地区 移到中东去了 对 移到中东去了 所以亚洲都下降了 但是亚洲的菲律宾跟马来西亚 他们是上升的 这个我跟委员报告 今天下午政交所会对外说明 但我们的了解 其实我们的台股的价跟量 在这段时间从一月开始 在全球来讲都是表现非常结束的 这一个多礼拜量不好 对 今天的预估量只有在720亿 是 现在交易量只有400多亿而已 是 所以这里面当然 这个不是说一天 我们观察一天两天 是 可以感觉到外资现在 好像在离开台湾的比较多 我自己没有炒作股票 我不是这个意思 代表 但是股市的好坏与否 代表了国家的经济的竞争力 跟经济的现状 是 那我们目前制造这个礼拜的量都不好 了解 那您觉得我们该怎么来调整 其实跟委员报告 我们在6月30号 就会推动签卖后买的这个当冲 那其他在上市的公司 那有办法可以加快一点吗 现在今天是5月15号 因为牵涉到系统的更改 对外已经宣布了 就是说你电脑的系统现在更改 还来不及 加快 来不及 因为可能就 那我们除了先买后卖在6月30号 就7月1号 先买后卖 这个 先买后卖 现在先买后卖已经在14了 对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其实我们就是发行面来讲 多一些筹码在市场上 让投资人能够选择 那另外其实第一季到4月份 上市会公司的营收 其实都非常的亮丽 所以这些其实表示 是我们的基本面都非常好 我想这个还是代表了某种意义 第一个大家对未来的获利 可能觉得相对于要到中东的国家 没有它好 对不对 这个是要长时间去处理的了 但短时间我是觉得 我们还是要想一些方法 如何让我们的股市的量方面 能够更扎实一点 我再想请教两位 刚才有很多的委员讲 谈到越南这一次的政府 我们讲得很直接 我对越南的政府很不满 越南的政府放纵他的暴民 去骚扰我们的台商 去掠夺我们台商的资产 我是觉得对越南政府 部长你下午要给他们信 不要客气 你就说我们国会议员 有人对你们严重的抗议 其实平常讲对越南 绝对是很伤的 大家睁大眼睛看看 谁敢到那边以后去投资 当然大家希望我们 很多委员希望我们的银行 对他们融资等等 说实在我们对关股银行 对兆丰到华南 是有一点点影响力 但是对其他的民股银行 你有什么影响力 银行放款当然是看一个风险 对不对 你的风险系数高 我当然我相对 我放款就比较保守 我们讲的是实话 不要用骗人的话 那我的利益当然 放款跟你利益也相对会提高 因为你风险高 你想想看 你的放款跟你的利益 当然based on你的risk 对不对 这是ABC 对不对 这一定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也要去 呼吁我们的台商们 看到了越南共产党的真面目 那个地方平安亚是个土匪 对不对 真的越南如果不去谴责越南政府 好像我们如果说都是 只需要这个事情误会一场 那个对越南太客气了 对不对 越南这个政府当然要被谴责 我们的政府也一个大声的告诉他们 我们帮台商 当然要帮 回到现实面 如何来处理台商的放款的问题 只去喊话 张部长最多可以 赵峰会可能某种程度听你话 应付一下 讲实在话 他们还要考虑他们的获利 他们的风险 华南银行 林明成我就不相信他会配合你 剩下不大一下不是白讲的一场吗 自己 自己在给自己取奶 状况都很好 不是的 状况不好 我们这些台商 他的问题到底该怎么处理 他的损失 如果说子公司 如果是分公司 那当然在 他的损失可以 都可以在你的获利里面 这个不需要讲 都可以 对不对 天灾人祸战争 当然是可以 剩下就是如何去面对 我们真正那些厂商 在融资上的问题 这不是你们两位 可以解决的问题 政府真的要做 你外交部 你要该怎么做 你有国合会 对不对 经济部 你要该怎么做 事实上 平常讲 自己做的还是有意义 还是要告诉越南的政府 你该赔偿 那才是正办 部长统统有了讲法 我同意 是 同意 所以 我就觉得了 我们还是要 不要用铜鸟心态 好像跟越南政府误会一次 对越南 再讲那种土匪 共产党的国家 不要对他客气了 对不对 那个黄副主委请回 是 谢谢 那个部长 我最近在帮人家报税 人家问了我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是真是假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是不是请 那个我们资讯中心的 这个 宿主人也要上来 当我们的 我们的 报税医务人 他要到你们的国税局 去拿资料 国税局 把收入资料 或者扣脚的资料 就给他一个磁碟片 请问这个磁碟片的资料 在苹果电脑上 可不可以来操作 报告委员 它是烧在光碟片上面 烧在光碟片上 请问在苹果电脑的系统 可不可以运作吗 苹果电脑的系统 目前是没办法 为什么呢 这个事啊 平常讲 人家到报税现场问我 啊 我的傻眼 你们国税永远也在 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们现在是提供在 Windows跟Linux两种平台上 那你对 我跟你讲 你只要 苹果的电脑用户也不少 对不对 但是 为什么 你们没有注意到 所以你们 你这样的回答代表 你知道这个问题 知道这个问题不去处理 那就该打 如果说你不知道这个问题 你内部要去检讨 如果说你苏主任 知道这个问题 你故意不去处理的话 那不觉得很奇怪吗 真的我在 碰到现场 现场的这个报税人 跟我讲 我就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说 我说有可能吗 这是可以克服的 这是该做而未做 报委员 我马上去了解 再跟委员 在 不是马上了解 你都知道 不能做 在 Android的系统可以做 在Microsoft的系统可以做 为什么在他们的系统不能做 你知道 这个张部长 你大概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那我现在告诉你 这个 这是事实 是是 那怎么办 要赶快来处理 怎么样解决 多有时间可以把它处理掉 很简单 我跟你讲 我卖过电脑 我对资讯劣之一二 这个这是很简单的东西 事实上在 在三天前 我们透过信息分局 已经传到 传到你们那边去了 我们透过信息分局 国税局的信息分局 已经传到你们那边 传给谁我不知道 这个问题真的 我觉得很有意思 你的OS本来就是 大家知道 OS全世界不是只有一个 当然OpenSation 这个 大家是共用的 对有些特别 尤其是苹果 它的系统 只能provide它自己 它不provide其他家 那这个问题 告诉我几天之内 可以把它完成 净数三年以内 好不好 三年以内 好 三年以内 这是你说的 好 谢谢费员的咨询